舉個例子就是我們今年成立 去到7月1日 今年特別的地方就是 對政府有其中一個方案不滿 就是政府為了堵塞上次不拘公投 所謂堵塞不拘公投 不令這件事再發生 就推出一個所謂替補機制方案 就是令到如果有立法會議員出決 他不會再可以選舉 不會令到有補選 沒有補選就不能公投了 那就不要再被這班人搗亂 因為公投對於共產黨來說 其實是很害怕的一件事 因為他根本是很害怕直接面對民意 原來大部份的民意是要立刻補選的 共產黨也可以說我一句 大石宅石下我不給 但這件事他們都是很避忌的一件事 所以他要堵塞公投的可能性 就是因為這件事 但又發現他們有很多問題 令到民意越升溫 當然這件事亦加上香港的經濟環境 包括原說越來越厲害 某幾個地產霸權 我們經常說地產霸權 或者是富商所佔據的社會資源 越來越厲害 令到年輕人 貧困的人口在香港的賺錢更加艱難 民意越來越大 所以今次的車遊行有超過20萬的人參與 但以前的車遊行 我們是行為政府總部衝線 馬拉松 馬拉松衝線 那些原來又要回家看波 但今年人民力量的成立 就是希望我們不可以再做一些 過往衝完線就回家這種動作 因為我們發覺沒有用了 亦不能夠再提起香港市民對民主的熱情 或者對政府制定政策的一種參與感 或者那種有力的感覺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留守活動 我們其中在灣仔修中球場 在遊行中段 尾段 聚集了差不多超過1萬人 我想我們那裡有7、8千人 在我們正坐 然後我們再繼續報行 由於看到我們 因為我們到了晚上 理論上在集會的時間已經完成 但我們仍然在中環那裡 然後跟所謂警察 說警察出動真的非常之多 我們可能去到中環 因為很多人都會離開 在灣仔聚集可能有6、7千人 去到中環2千人 他們起碼出幾千警察 是圍著你 在這個所謂對峙 或者留守的一個場面 我們最終有超過138人被拘捕 包括我和戴舅 最終雖然被拘捕 說我們非法集結 然後去了德國警察 在香港被拘捕 但其實如果有138人 再加上社民聯 其他所謂激進的社會運行 共同群 我們叫80後 加上超過200人 那晚的拘捕 因為所謂非法集會 非法集結 的拘捕 超過200人 基本上香港的警察局 是不能夠處理這麼多拘捕人士的 甚至不能夠拘留 最終這不是我們值得驚訝的 但重點是我們被釋放 因為他們做不到拘留 因為我們全部拘捕 因為他可以扣你四十八小時 然後馬上過課 去法院過課 但當然他們無法處理這麼多的人 所以當然釋放了 但重點不是釋放的部分 重點是這一次有最多人被拘捕 而人民力量是參與了其中最大部分 差一百三十多人 當然會有一大部分 甚至我會說是多於一半的市民 會覺得這種行動是非常之激進 影響社會穩定 不和諧 但同樣地亦都因為這樣的行動 令到更加多市民 尤其是對香港政府 社會不滿的情緒的人 關注了原來其實是有一個可能性 是需要將所謂的行動要升級 而其實香港 老實說大家在外國或者澳洲 知道 其實那種留守 又沒有跟任何警察 任何武力的衝突 又沒有扔東西 什麼都沒有扔 可能扔了一些垃圾 的抗爭或者示威行動 是非常之溫暴 溫暴度極的 但是我們也要做一步 就是告訴你 我們是會有預備 是會有更激烈的行動 而目的是告訴大家 告訴大家 或者支持民主 或者爭取民主 以前那種方法不行了 我們要再進一步 因為你以前那種方法 根本沒有人會理會你的 共產黨說 是這樣的 到時答應一下你 又拖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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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度 何時都不會給民主 所以我們要走過一步 這是其中的重點 就是進入一個議會外的 除了議會內 我們要選贏 然後在立法會內 訂招 我們這些都做的 一樣會做 大家會繼續訂招 和陰獅子 但是我們議會外 一樣會有這些激烈的行動 然後希望透過再生這些激烈的行動 去緩醒香港的市民的參與感 對政府的不滿出來 這也是人民力量成立的 其中一個宗旨 或者上法律 大家會問 或者之前很多在談會 都有朋友問過 其實香港人仍然是很反對的 大部分人都覺得你太過激烈 太過激進 第一就是人民力量從來不是爭取 多過一半人的支持 當然如果真的多過一半 香港一半人支持人民力量 那我非常歡迎 但是 這件事在短時間內 發展到中期 都很難實現 但是 不代表這樣不值得做 第一 因為 我們都會說 其實你不是這樣做 那怎麼辦呢 等待 其實什麼都不要做 你連參加立法選舉都不好 不如讓他們 你是不是都過不了一半 不如讓他們自己在這裡玩 玩完 通過少許惡法 這樣就算了 這樣就算了 這樣就等了 等到突然間 江澤民突然翻生 這樣 說我給民主香港 這樣 是不是這樣呢 沒有用 所以我們就覺得 沒有用 這個是在香港 或者在香港現時的民情 我們可以做的一件事 就是 再走一個 有可能的抗爭運動 雖然我們這樣說 有人問 你不會多過一半 但是 有兩件事要說 第一就是 其實 你雖然是代表 一小數 在政治國安局裡 比較激進的一群 但是 不代表 它沒有用的 因為 有時候 你將激進的一群 將議題帶出來 而且 令到整個香港市民 反對的情緒 或者反感 或者參與更加大 是可以慢慢將 在旁邊 溫和一點的民主派 拉過來 將整個政治光譜 拉過來 這個其實是激進 或者全世界 不單止香港 做一個所謂激進的民主運動 其中一個 實際會出現的效用 因為你慢慢的 多人越來越大 而人民力量 其實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我們不是每次都沖的 不是 垃圾桶的尺寸太小 令到全社區都是垃圾的 我們又要去抗爭 然後去留守中環 不是這樣 而是師父 都好看 有創意地 包括做一些手法 比較突出 還有擁有謀地 有節有道地 是看到如果 譬如在某些議題上 市民對政府的反感大 我們走前一步 做一些比較激進的衝擊 所謂的抗爭運動 希望將那些情緒帶出來 但如果是那個反感 未必那麼大 可能抗爭的力度 又可能小一點 然後希望透過這個平衡 都是很難拿捏 但是如果你拿捏得好 或者拿捏得好 就會開始越來越多人明白 就是原來這種做法 是可以令到 即是給到的聲音 給政府 帶到的聲音 給政府 這也是我自己 對人民力量的看法 然後最後第三個問題 都是小數 那怎樣呢 小數不是的 第一就是在香港 雖然我們不是強調 我們一定要在議會裏 得到很多的議席 或者什麼聲音 但即使是這樣 在香港立法會選舉 直選的議席裏面 採取的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 可能在澳洲來說 聯邦議會就不是採用 因為聯邦議會是採用 單議席單票制的選舉 但是外國的地方 就是比例代表制 只要其實你 是得到某一個 一個特定的百分 給他票數 例如我們這種 支持我們激進的手法 的人可能是百分之十 或者十五 或者百分之二十 的話 你已經可以在議會內 可能佔到五至七席 即是立法會的議席 然後在議會內 有一定的抗爭活動 例如你經常說 不一定是扔招的 其實大教和毓民的 在議會內的論述 其實都是吸引到很多人 然後再配合到議會外外的抗爭 希望將整個 就是剛才大教所說的 覺醒的運動 因為香港人 又再次被所謂 是經濟動物 也可能生活很艱難 變成他們的重點 仍然擺在經濟活動上 我們希望透過那些 總程度的抗爭 走前一步 不再看回以前民主派 所行的舊路 但反對的一種抗爭方式 希望帶入議會 然後吸引到一批市民 然後希望再令到 香港的民主運動 就有些新的火花 和動力 再加上當然我們自己 或者如果在座 有聽人網就知道 或者如果沒有聽 我們的節目 就知道其實人民力量 其中 譬如我在座自己 我比較年輕 所以如果參與政治運動 因為三十歲出頭 就比較年輕 另外有一批 不是一大批 大批 參與我們的側位 積極參與運動的 人民力量成員 都是三十多歲的 就是希望都用這個新的活力 而且對於這個世界 發展得很快 包括互聯網的平台 人民力量 是香港唯一一個政權團體 是會利用到網絡 或者這個平台 簡直是日網 去做我們的宣傳活動 而且可以去到海外國際 包括澳洲 這也是我們會走的路線 為何我們會有一批 年輕人走出來 就是希望這一批年輕人 可以第一 可以承接到舊的民主運動 爭取民主 就是承接下去 甚至可以說 承接一百年前 辛亥革命的 希望繼續爭取民主運動的精神 但同樣地 可以跟年輕的一代 經常說八十校 九十校 可以有一個 沒有那麼多隔膜 可以吸引到他們 然後可以令到我們一路而來 整個在年齡光譜上的年齡層面 都能夠接觸得最廣 而一直爭取越來越多人的支持 希望最終可以爭取民主 雖然如果現實一點來看 香港的民主運動最終 都會跟中國的民主運動息息相關 但是任何的事情 尤其是中國的民主運動 最終我相信 我自己相信 爭取起來 其實在香港 一定是其中一個種子 對香港的地方 等待香港的革命一樣 所以 我們做了這個起頭 之後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希望努力 香港 香港會有民主 甚至中國大陸會有民主 這是我們現在的期望 所謂的主席 新成立的組織 對我們的期望 以及對一個很遠大的 理想的一個 就是我介紹人民的力量 以及整個政治 香港政治發展 就是一個 為什麼會導致我們 成立人民的力量 以及香港民主運動 會怎樣走 這些說法 好 多謝朋友們 這麼耐性 聽聽我們 說的新的革命 和香港人民的工作 其實這裡有很多 政黨政治的前輩 在這裡 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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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